虎年春节临近 世界华侨华人准备团圆年饭是一件重要事物 在东南亚 尤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品尝海南鸡饭是许多华裔 欢度新春佳节的传统习俗 海南鸡饭在海南人迁移到南洋的过程中逐渐产生 鸡饭由最初海南本地的常见饮食演变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特色饮食 最终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菜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 海南鸡饭风行东南亚的密码是什么 对中外跨文化交流又有何启示 海南人海外移民比较多落脚的是在东南亚 海南鸡饭原来是他们家庭的主食 后来成为他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谋生的手段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海南人海外移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南人也从事做鸡饭这个业务 那么这样的话在这种背景下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盛行海南鸡饭 所以它的商业价值也就不断的提高 上世纪70年代时 东南亚等国旅游业蓬勃发展 餐饮业是旅游业的支柱产业 新马等国不断认识到在当地备受欢迎的海南鸡饭的国际化价值 先后将其定义为本国国菜 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海南鸡饭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 鸡饭经营者不断创新 发掘新功能 满足消费者和时代的新气球 通过这种结构和功能的不断转变 不但使这种传统文化得以顺利的传承 而且实现了海南鸡饭的蓬勃发展 海南鸡饭在海南以文昌鸡为主料 文昌鸡位列海南四大美食之首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民族学院院长 海南大学教授张硕仁表示 在海南主流文化中无鸡不成宴 九席没有这道菜会被称为无鸡之坛 文昌鸡的最早记录 应该从马尔敏的抗旗文昌宣证里面可以看到 鸡作为一个亲类 在海南体验着很高的一个地位 无鸡不成年 这是海南的一句属于 在既自先人当中一定是有气的 饮食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充当重要角色 体现了某个地域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特色 海南鸡饭在东南亚盛行的同时 为适应当地不同人群的口味不断创新 以至于更好地融入当地饮食文化 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 都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海南鸡饭对跨文化交流有着深刻启示 海南三代 海南四代 乃至海南五代 在属居的国有所作为 一定是既不忘这个过土文化 也要纳入新的文化 所以从这个早期的我们的这个水煮鸡 变成了烤鸡 就是体现着非常明清晰的思路 它要融入当地社会 张继交强调 一个地区对外开放必须要有文化自信 随着人口流动以及旅游业发展 饮食作为人类生存基本需求 是跨文化交流的较好媒介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海南和新加坡马来西亚 共吃一碗海南鸡饭 值得期待